透过艺术作品带领观众探讨台湾雕塑的发展 著名美术馆台湾雕塑轨迹系列展览 既对1960、70年代雕塑发展的探索 多声交响1980年代台湾雕塑探索 于即日起至3月8号 于著名美术馆展出 展览融合80年代的艺术事件与创作表现 展出能够代表该时期重要意义和精神的艺术家 几期作品 这个展览呢 我们因为著名美术馆呢 长久以来都非常致律深跟台湾雕塑艺术的研究 那我们从2012年开始呢 就有开始台湾雕塑的年代展 那我们从2012年的60年代到2014年的80年代展 80年代展的主题叫做多声交响 1980年代雕塑探索 那为什么要取名叫多声交响呢 是因为当时呢 台湾的整个政治上经济上都非常的自由蓬勃发展 许多留学国外的艺术家纷纷回台 那引进非常多的国外的艺术思潮 那在那个时候台湾的雕塑艺术就也非常的多元 那我们这个展区有分成三大主题 第一个是比较以抽象的艺术来思考 那艺术家呢 撇去了写实的记忆 把雕塑形式跟他内心的一个精神做一些结合 那另外还有雕塑作品跟空间的一个连结 那雕塑作品已经不只是雕塑本身 也跟空间有所结合 也发展出现在的装置艺术 复合艺术等等 那最后一个展区是跟社会议题比较有相关联的 艺术家对社会的一些现状有更多的关怀 更多的想法 那也把这些思维跟他的作品有所结合 展览也与新北市金山高中合作举办 不曾到过的1980年代记忆工作坊 邀请艺术家朱婉玲 带领同学利用保力胶将物件凌结 并用拍立得拍下物件 照片不仅作为展览中1980年代记忆 也提供观众另一种认识1980年代的方式 法迪新闻来龙雪永 台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